搜救人員小心翼翼借力將手中身懷者往外傳 因為這名新生嬰孩只有10天大 這名嬰兒和他的母親在地震90小時後幸運獲救 搜救隊員溫柔將嬰兒抱起 畫面令人揪心 目前黃金72小時期限已過 但土耳其災區仍不斷傳出奇跡發生 只要救出一名身懷者 搜救隊員就會持續往裡挖 因為裡頭還有人正在等待救援 像是這名四歲女童幸運獲救 讓現場氣氛相當沸騰 另外這名16歲年輕人在地震後 119小時成功被發現 而他第一句話竟是問今天星期幾 再去振奮消息令人動容 卻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幸運 她不是只失去家 她只有妹妹離開了 我沒有媽媽 沒有父母 她告訴我們 她是我的全部 誰有許多人遲遲等不到好消息 還有災民抱著毛小孩 因為只要一有動靜 毛小孩就會全身發抖 甚至有毛小孩不顧自己身上有傷 持續死守不願離去 就是要等待主人出現 畫面令人鼻酸 據土耳其媒體透露 目前仍有超過260名兒童和家人失聯 親屬可能都已經罹難 而各國救援隊也紛紛加入 希望幫助災民 找尋親人 我們有特別的人 今天我們帶來泰國救助隊 他們在旅行去 Turkey 就有土耳其航空公司 災到疆前往災區的泰國搜救隊 除了機長廣播致械 空姐也鞠躬鼓掌 全球各國齊心協力 希望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暫停新聞 傳統報導